你这二十来人在这排队 哦 每天都这样 天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这叫什么饼 东北味酱香饼 酱香饼 对 撒点葱花是吧 再来点香菜 来点香菜 这排队得排到那条街上去了 不至于不至于 这也太香了吧 这谁不想吃 呵呵 一看地址 大庆施 行吧 自给自足吧 我在那个网上总结的配方 就那种小店的配方肯定好吃 然后手法呢 我们和这位师傅跟着做 开水开水 这个是我从网上专门买的 隔斤大面板 没有秤 大员抹吧 面粉五百克 凉水二百五十克 我怎么感觉面粉有点少 这不太放肥 开水一百克 一丢丢盐 嗯 很明显水少了 这样就可以做隔壳糖了 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时呢 给它扣盖 让它松弛十分钟 给它扣盖松弛十分钟 面团松弛好之后呢 咱们一次呢 再次给它揉至光滑 面团松弛好之后 再次给它揉至光滑 多揉一会儿 根据每个锅的大小 咱们喷成等份的技术 今天呢 咱们做两个饼 那我也做两个饼 再给它揉一揉 咱们表皮上面呢 给它刷一层油 抹上一层油 盖盖饧面一个小时 盖饧面饧面一个小时 洗碗的面筋呢 咱们案板上来点油 拿点油 要多了 给它按扁了 咱们用擀面杖呢 先把它擀长一点 然后呢 推开 擀长一点 哇 我感觉我有戏啊 擀薄的面杖上面呢 咱们给它刷一层油 刷一层油 事实证明饼是一个挺油的玩意儿 这样呢 咱们边撑呢 边卷 一定要撑得越薄越好 哇 别别别太嘚嘚 一会儿舌的皮 咔 我们先去调的料汁去 大约某的油 豆瓣酱 蒜 洋葱 油 糖 十三香 没有 五香粉应该也行 辣椒 手上手 没劲 再加点酱 感觉不太惯 现在豆瓣酱再来点 180度锅中的油 稍微多一点点 边转了 边往锅里打褶子 多放一点油 呀 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这真的是两个手的生物 可以完成的事情吗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玩意儿 太窄了呢 小焖一下 翻个面 哎呦 这边略糊啊 略糊 嗯 再来一锅 哈哈哈哈 再来一次 这位小家伙 焖了两分钟 刷上大量的酱 葱花 芝麻 很漂亮 右边卷一线 右边卷一线 出锅了 让我来尝一尝 好好吃哦 特别的耿啾 而且外皮还有一点酥脆 整个吃起来就很耿啾 然后还很嫩 它非常的柔软 感觉跟那个我在市场上买的金饼 就差不多的口感 酱变化太多了点咸 我先录今天我们的酱香饼 大获全胜 第一锅补算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可香可香了